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理由干涉美国大选 结果被骂强判国者 回国后赐朗普马上改口 争当实施口误 本来是想强调俄罗斯干预了大选 除了这样的戏剧性环节 普特会并没给人留下太多深刻印象 虽然在缓和美俄关系上取得一定进展 但具体成果寥寥 比如双方虽然同意召开两国经济领域高层专家会议 建立两国科学家和军队专家委员会等 但大多是异乡性的 虽然涉及了国际关系的广泛议题 除了利亚战争 朝核危机 伊朗核协议等 但基本是各说各话 而有关影响两国关系 最为要命的克里米亚 经济制裁等问题 这未能触及美俄关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哈 首先 双方矛盾是结构性的 在国际秩序观 发展观 价值观等问题上 存在根本性对立 其次 美俄之间利益碰撞点甚多 机缘甚深 如北约东霍和强化中东欧军事部署问题 乌克兰危机及与其相关的对俄制裁不利问题等等 相互妥协于地有限 这次 特朗普面临的制约因素太多 比如人在巴教的通俄门等 普京对俄美俄好相处的失望太甚 这些因素决定美俄关系要从容兵到破兵 还有长路要走 不论普特会 是否取得失智性成果 坐下来聊 总比冷眼互对 更有益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自然乐见两大国关系改善 主要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面临的美国压力减轻 至于最近网络上爆出的所谓基辛格协助特朗普拉俄之华 中国必须防范普京出卖云云 如果不是对俄美矛盾的结构性质 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难度缺少了解 对中俄关系的战略性 内生性 稳定性缺少认知 那就是对中俄关系的恶意挑拨 必须明白 中俄战略协作 之所以具有高水平 不仅是因为两国互为最大邻国 相互都是对方安全与发展的半边天 两国领导人和高层精英对历史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均有深刻认知 而且还因为两国同类新兴大国 非西方大国 同为美国的战略遏制对象 因而战略需求 战略理念广泛相近 对平衡国际格局 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有着共同诉求 有充分理由相信 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 说到基辛格 虽然去年他曾受特朗尔委托法额 并会见普京 但便朝各种来源的信息 都找不到说明此行之在拉俄制华的证据 而且基辛格随后就访问了中国 与中国领导人谈得非常友好 更重要的是 协助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 是基辛格医生最能标比试策 其本人最引以为好的事 他怎会信意 将其毁调 再者 基辛格是国际战略平衡大师 对拉俄制华的可行性 不可能魂恶无知 看来 我们舆论场中的一些人 确实该擦擦眼 平息恼了 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俄战略协作 各端智库传物理事 下面的地本码